2 2 3 哈囉 大家好 我是Misha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芷姨 芷姨 你平常有在下廚嗎 有啊 我平常超喜歡下廚的耶 真的假的 那你覺得下廚最需要注重什麼部分 但是砧板啊 菜好不好切 環不環保很重要耶 真的 而且砧板我們都希望可以輕一點 因為有時候太重了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邊 聽說這邊的砧板非常厲害喔 據說是超薄 而且無毒環保還可以防眉喔 真的假的 好 那我們趕快來看看吧 到底是什麼厲害的砧板 Let's go 現代人越來越注重生活品質跟食安健康 台灣的百城生技公司 最近就跟維系科技公司結盟 推出未來母環保砧板 並且結合義大利的Alice大廠 展示了專門切蔬菜水果的高科技砧板 這個砧板的發明人史瑞生博士說 一般的砧板又重又厚 容易沾黏髒污跟細菌 而且不耐用 未來母砧板的優點就非常多 它的強度跟它的硬度非常非常強 所以你不管切任何的東西 特別是在水果的使用上面 它是非常非常棒 而且是非常安全的一塊砧板 所以水沖一沖 晾乾就好了 不需要做這樣的保養 負責行銷未來母砧板的百城生技總經理 鄭富仁也表示 這種砧板採用環保無毒的TP1材料 有歐美中日台等多國的世界專利 抗菌不發煤保用20年以上 2021年4月28號 還在台中市大圓百八樓Alice專櫃 舉辦一場產品發表會 並且邀請了兩名年輕活潑 亮麗的網紅Showgirl來代言 希望能夠得到消費者的青睞 所以我覺得它是一塊非常實用性的一個砧板 所以很推薦給大家 尤其是它現在這個這麼薄 也很適合我們外帶 像我們現在的生活方式 很多RV啊 很多在外面的露營 我們就可以攜帶這樣的一個方式的出去 蔚來木砧板的業者表示 這個砧板的厚度只有0.3公分 具有高度的科技感 可以說是除菌界的勞斯萊斯 中華病室在連續這幾年 都用它來當作VIP客戶的贈品 目前已經在各大百貨公司 跟賣場的非解義大利生活館上架 將來也不排除開發海外市場 讓這項台灣之光的優秀砧板產品 外銷到海內外各地 記者羅亞文 李子儀 廖宇軒 台中報導 有價值得很快 是否回聲 呢 有價值得很快